俗哥说电影 报告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动作片 22英里 影片开场 美国CNA的脏火小分队 正在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 目标人物是几名俄罗斯的间谍 在领导王德白的统一指挥下 小队成员冲进房间 并且很快控制住了局面 这帮人正搜集资料的时候 突然就遭到了俄罗斯间谍的反击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枪战 几名俄罗斯间谍全都领导发判 其中有一名只有18岁的炮灰地虚旷一招 刚想撒自聊 被小队队长西里叔一截住 炮灰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西里叔说你爱谁谁 经过王德白的同意 西里叔一枪把炮灰地给毙了 随后这帮人把房子复制一具毁尸灭气了 很快美国政府就向外宣称 说这次事件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内斗引起的 跟美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王德白和西里叔领导的这支脏火小分队 主要的工作就是替美国政府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烧杀抢掠谁不听话就愣死人 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什么好患 只有国家和政府的利益 也就是平时所说的顺我者唱逆我者领便当 西里叔从小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 不仅智商高反应快而且还不怕死 转过天为了调查一起色燃料失窃案 西里叔带着手下来到了东南亚的印度家里 可由于小队成员冷淡解的县员提供的情报有误 这帮人在一仓库里只找到了部分枪制弹药和一些高仿的射箱文化 这下可把西里叔给弃坏了 说你那什么线人呢一点都不靠谱 冷淡解说线人是当地的一名特警 为人诚实可好不仅长得帅身材也好 全东南亚都难搞 这冷淡解最近的日子过得不是太蠢心 自打跟老公离婚之后 由于工作的原因平时很难跟自己的闺女见一面 冷淡解跟前夫聊着聊着就谈梦了 前夫也够孙的直接就把电话给挂 并且把冷淡解拉进了家庭管理软件的黑名单 转场之后冷淡解的线人 印多加尔的特警大尔哥带着重要的资料 冲进了美国驻印多加尔大使馆 声称自己知道失去的那六组自然料存放在什么地上 信息存放在一张被大尔哥加了密的瓷盘上 大尔哥的诉求很简单 把它送到美国给它提供政治庇护 这样它才能解锁瓷盘 时间只有八个小时 八小时之后瓷盘将自动销毁 冷淡解说老弟啊 你这可是有点扯淡 你这不是拿你大姐开串吗 大尔哥说瓷盘上的信息 可以让你们找到失去的那六组色染料 同时也能够导致该国政府的垮台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护送我离开这个国家 冷淡解说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我凭什么信你啊 大尔哥说你们去仔细检查一下那些高仿的画作 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果不其然 其中一组色染料居然被藏在那些油画 为了获取另外五组色染料的信息 西里叔决定护送大尔哥离开这个国家 大尔哥进入美国大使馆不久 得知消息的印多加尔的外交部长和情报部门的领导 便来到了美国大使馆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大尔哥带走 这二位表面上跟美国大使谈判 暗地里却派杀手打算干掉大尔哥 不过这大尔哥可不是一般人 一套喉拳耍得是糊糊生风 两个杀手的戏份很快就杀了清了 脏伙小分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通常分成两组 为了防止被一王打尽 这两组人相距最少的两千英里 王大白这组人负责调兵遣将 以及对各种情报的搜集 然后传送给具体执行任务的西里书小组 王大白说咱的时间很有限 飞机只能在地面停留十分钟 如果到时候不能把大尔哥送上飞机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护送大尔哥的护送队由七名特工组成 为了防止跟美国政府承认关系 这七名特工在行动前都已经被解雇 一切准备就绪 西里书等人带着大尔哥上路 印度加尔哥安全部门的领导 一看大尔哥要跑那还得了 急忙派人在路上是围追堵截 在这场鸡飞狗套的混战中 西里书的小组损失惨重 好几名特工的戏份都杀得清 在王大白的调度下 西里书和冷战节等人带着大尔哥 虚晃一招仨子撂了 随后几个人开车来到一高度保密的安全屋 可这安全屋也不安全 印度加尔安全部门的领导胡子书 很快就发现了什么的信用 西里书说大哥你没玩了啥 胡子书说交出大尔哥什么都好说 如果不听劝让你们全都留着看 西里书说我走过南闯过北 还给寡妇挑过水 你这一套也只能去吓唬吓唬鬼 既然谈不拢那只能开恋 这胡子书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马上就命人往商店里扔炸弹 西里书和冷战节且战且费 带着大尔哥继续疯狂着算 可没跑多久又被胡子书的人给拦住了 胡子书主场作战底气非常的足 发誓要把西里书等人一网打进 在胡子书的穷追猛打之下 西里书等人被迫退手到一幢大楼里 紧接着又是一场强战 鉴于行事的研究 西里书让大尔哥也加入了战斗 这大尔哥打劲不仅文准狠 而且还把冷战节给救了 在王大白的指挥下 三个人开着皮仨车赶往机场 眼瞅着马上就要到了 可又被神出鬼没的胡子书给拦住了 王大白一看 这孙子真是阴魂不散 急忙用无人机让胡子书里面喝饭 临上飞机之前 大尔哥终于说出了磁盘的密码 王大白那边也获取了 另外五组色燃料的藏匿地点 影片看到这儿 本以为就这么大团圆的结束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 一帮合枪实弹的雇佣兵 突然冲进了王大白的窝顶 不容分说 七里咔嚓把正方人全给插 幸亏王大白机灵了 急忙装死躲过了一劫 原来这磁盘里 早就被植入了特罗伊木马 王大白在打开磁盘的同时 也就被定了位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大尔哥是个三面间谍 不仅在印度加尔当特区 还给美国人听过情报 但他真正效忠的 却是俄罗斯的情报功能 开头那个被犀利除枪毙的炮灰地 是俄罗斯高级领导人龙套婶儿的儿子 为了给儿子报仇 龙套婶儿精心布置了这个局 目的就是找到脏火小分队正方人 然后一网打尽 以泄信头之恨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做事必须留余地 不然容易嗝的屁 毫无底线瞎唬来 多情不易逼子逼